今天早上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致辞 他透露说这两天接见很多外宾 很多人都用疑惑的眼神 怀疑的眼光 甚至同情的眼神看他 不解立法院打架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接待美国巴拉圭 今天接见德国法国都有这样的问题 到底打架为了什么 韩国瑜指出民主看起来 低效率会碰撞会磨合 台湾民主会自我治疗 经过了文工武贺磨合 碰撞慢慢沉淀出成果 那么请大家对台湾的成果有信心 不过说到了在昨天的立法院 其实有好几幕 看到这个被镜头捕捉到 韩国瑜真的是面有韵色 就是很罕见的动怒 被民党这样一搞 那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们看到行政院长卓龙泰 和副院长郑立军 也特别拜会韩国瑜 还有副院长江启臣 那么韩国瑜边走边和卓龙泰 含喧个几句 而且说卓龙泰责任重大 未来会很辛苦 随后他们就进行了闭门会谈 亮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拜访的姿态 就表示礼拜五就是不会 不会有什么再大的冲突了 不会啦 因为已经通过二读了 你三读再搞有什么意思 知道懂得政治的人 从昨天晚上就看出端倪了 那韩国瑜我觉得他是软硬都成功 他当然昨天也试图在现场做一个简短的讲话 他就是要提赖清德 所以人家就职眼说都已经讲到了 要团结 我们在立法院乱成这样好吗 之类的 他有讲一些话 那可是他在义士的处理上 我觉得他也聪明的做了一些决定 比如说 这个 他决定用举手表决嘛 坦白讲那天不用举手表决 根本没有办法表决了 很多表决卡都被人家弄走了 那如果每个人都要回到座位上按表决器 根本 那议场又一下被占领了 因为双方人数真的太接近了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就说双方人数几乎差不多了 那因为民众党又不介入肢体的冲突 那第二个就是 他昨天就在现场宣布不再 不再清点人数嘛 这个也非常关键 那结果民进党又冲上来要骂 说你干嘛 你怎么那么独裁 结果我们的小强 罗志强早就准备好了 当年你们柯建平就是做出这种决议 就立刻拿出来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准备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他限制逐条的时候 每一个条文 各政党只能够推办一个人发言 然后也限制了发言时间 所以昨天开会就比礼拜五要顺畅非常多 因为周五坦白说了 他就是因为 我说韩院长 他就是因为想要能够和谐干嘛的 结果我磨了很久 那磨到最后整个礼拜五下来 只表决了17条 那总共有67条 所以怪不得黄阳明会写个脸书嘛 说照理这个进度 那里班人怎么可能搞得弯 对 对不对 我觉得黄阳明那个脸书就是提醒了大家 因为我也把那个黄阳明的脸书剪下来 寄给我所有国民党的朋友这样 我说不能这样搞啦 一定要立刻进入表决啦 对 那你就看嘛 这个昨天是50条 不是搞定啦 对 就二读结束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你看出这个韩院长 他真的是对情势的观察是很敏锐的 那立刻会调整战术 那顺利达标 那当然你从这里也看出左荣泰的柔软 对 他就是他真的就是因为我认识他也很久了 他就是一个属于协调型的院长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就是左荣泰跟韩国瑜真的要多见面 那彼此也不要把那些双方的歧义闹到都不能解决啦 因为这个我觉得昨天那个也算是各个绿营的团体在试图练兵啦 因为也太久没搞这个了 那可是我们也看到那个整个游行事先都是被传达指示的 就是照个事就好 不要让秩序不可收拾 那从这里大概也看出这个包括左荣泰啦 包括赖金德啊 他都知道他未来四年是不好做的 可是赖金德也没有拜会韩国瑜元 没有拜会立法院啊 是没有做 那所以才会有人传出来啊 说会不会左荣泰也做不会太久这样啊 那会不会郑力军早晚还是要当院长这样啊 今天就有朋友在跟我谈啊 说赖金德最喜欢的还是郑力军啊 那会不会左荣泰在这种朝野对立的氛围下啊 如果赖金德都不愿意来接见立法院长啊 事实上总统跟立法院长是要见面的 美国也是这样啊 美国是总统制耶 那个总统有时候还是要见那个两院的院长 而且是不是他上星期跟民党立委参序 讲到赖金德讲到反手为攻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他可能还是想要跟立法院继续作战 不会吧 不啦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啦 他说表决输了没关系啦 那论述要赢啊 论述要赢啊 对啦 那郭国文 郭国文就是个笨蛋嘛 今天提告四个篮尾 说造成他受伤 你咧 那都不知道人家已经在大和解之中了 他还在往前冲啦 所以那天听到半句话呢就是 郭国文跟中嘉宾还有邱志伟啊 那三个都是赖金德的嫡系啊 都是燃牛嘛 结果都冲到最前面去了 人家赖金德后面有一句话 说表决输没关系 论述要赢啊 结果他冲去啦 有问题他论述不出来 一论述就输了 结果 结果现在卓龙奈去搞大和解了 然后他再告人家 刚才亮哥讲对了 即使在总统制的国家 总统不只是要见国会的议长 常常见 还有更重要的 总统要经常去找 各个党派的多数党领袖 什么少数党领袖 美国白宫的 你看那个 你看川普那么拽个二里八万的 他经常也要很和气的 去找那个民主党的 那个所谓的少数党领袖 或者多数党领袖 因为他有一人是少数党 有一人是多数党 要经常找他们商量 对不对 这个郭哥 你这个方面 可不可以高台贵手帮帮忙 然后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大家沟通一下 对对对 都会了啦 即使要表决 要大家要在这个 议场里面 大家要对雷的时候 通常有时候会打个电话 有时候会请吃个饭 大家聊一聊 都会嘛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降低风险 或者风险管控 对不对 民主政治都要这么做 对 然后 国民党个别区域立委的诉求 就顺便请院长带去谈 都是这样 我跟你讲 你不要 你不要认为 这个是肮脏的交易 不是 美国就这么重要 资源分配本来就是这样 比如说 我要照顾我的选区 真的资源不够 那就请立法院长 也帮我带到 真的是如此 真的是这样 像那个拜登要通过那什么什么 什么圆这个法案 圆这个法案 有没有 圆武法案 怎么通过呢 那就 阿良哥讲对 那个少数党 你都拿清单 他说 我让黄近平选区里面 你那个军火的订单 我这边有军火工厂 你要多下一点 让我们这个州 因为 平常一讲 参议员只关心他自己的州 他怎么会关心你什么台湾 他就不关心 第一个 这是我的州 这我会选上了一个基本的意思 那到时候 要不然他回去怪说 我们这里有军工厂 为什么你那个给乌克兰订单 都没给我们家的军工厂的生产 对不对 这都会 因为你他的家的军工厂生产的话 他的家的就业机会就会多啊 对不对 他的州的税收就会多啊 这是一个参议员正常要做的 立法也不做 当然要啊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说要生产口罩 奇怪 我明明我云林家乡有个口罩工厂 为什么你卫生署不给我订单 我当然会找你算账 甚至找你查 会不会 对都会的啦 所以为什么总统很重要 就是要去懂得这些国会议员在讲什么 因为国会议员反映的是民意嘛 你说怎么只关心你家乡 废话我家乡选出来 我为什么不关心家乡 比如说内湖南港 奇怪了 这个为什么你都庚基金不给我内湖南港 我当然会找你算账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比如举个例子 当时那个游席坤当行政院长啊 我一看预算怎么里面没有编我那个 基隆河整治计划的钱啊 我就找游席坤啊 对 游席坤就找了那个谁 钟才宜的老公啊 那时候老公好像陈什么龙啊 就爬来找我啊 就说我们私下协商一下 陈建龙 陈建龙 对 钟才宜的经济部长的老公 代表经济部长跟行政院来来跟我协调 我说好我不找你麻烦 你只要给我编的预算 我内湖南港跟那个基隆河整治有钱 我说第二个会期 他就编了三百多亿进来了 那老师你看我从头到头 游席坤很尊敬 你看 就这个道理嘛 互相往来就这样子嘛 对 对啊 对啊 而且游席坤答应我说 你要派人去督工 你不要做出来豆腐渣工程 丢了脸啊 对不对 所以游席坤亲自督工 所以平常游席坤有时候 对政治问题脑筋不太清楚 他做一个行政的一个观点 还是蛮合格的啦 嗯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